好 只不过透过这个国道监视系统的即使影像我们可以看到呢 事实上今天是在中午12点44分的时候 有台南消防队呢 直接到了报案了 就是在国道3号364K 也就是在台南的关庙系统的路段 有一台游览车不知道什么原因 行驶在高速公路的北上路段的时候呢 突然冲破了边坡 整个人寺 整个车子四角朝天给跌落到这个边坡下面 那么事实上目前呢 由于这个地方是在台南跟高雄的县市交界 因此呢 高雄市出动了五个分队 台南也出动了五个分队到现场 那么高雄的分队是比较顺向的 因此刚刚高雄市的消防局的相关的单位的人员已经赶到了现场了 那么目前呢 知道的是还好这个应该车上只有一个人受困了 现在整个消防队都还在抢救当中 那么这个游览车呢 应该是隶属一个台中的游览车公司 那么由于我们看到呢 整个这个边坡有好大的范围 都被他冲撞之后都毁坏了 因此他到底是失控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目前呢 都还要进一步厘清 不过所信消防局已经赶到现场 正在进行在车内的一个人受困 正在进行救援当中 稍后有现场最新的状况也会带您了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